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一名工人就倒在地上 移動也不動 旁邊工人以及救護人員 在旁邊緊急搶救 這是在宜蘭縣南澳鄉蘇花改工程五塔斷 發生一位來自屏東三地門鄉 五十六歲的排灣族失信工人 在實施工程石固形施工架拆除作業 不是由施工架縫隙墜落受傷 背部著地 頭部受到重擊 當場意識不清 正在做施工架的拆除作業 那不小心就從施工架的那個縫隙 裡面掉到地板上 那當時我們發現我們工地人馬上也是 叫救護車趕快緊急把他送到 南澳衛生所這邊做緊急醫療 那因為衛生所這邊的醫生是認為 需要在後送 那目前的狀況是心跳呼吸都還正常 但是因為有一些昏迷狀況 南澳鄉消防隊接獲通報 趕往現場將傷者送往南澳鄉衛生所急救之後 趕緊送往羅東的博愛醫院 蘇花改工程處表示 由於失信工人身上的安全措施都沒有少 意外的原因還需要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北區勞檢所9月15號到現場來釐清 身上安全措施都有安全帽背心跟 那個背複式的安全帶也都有在身上 意外的那個原因可能就是要再 要再釐清 這件意外發生之後消防局也呼籲所有工程單位 要特別小心安全 不要太大意 蘇花改工程的這個希望他們 單位的一個自己對於公安意外的一個 搶救措施 其中包括我們這個整個救護的措施之外 衛生局也訓練他們員工 有七十幾位取得EMT1初級救護員的資格 對於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還是要呼籲所有的施工單位 在施工過程當中一定要特別注意施工的安全 院方發現失性男子有爐內出血的情形 已經凝成血塊 醫生表示開刀可以救命 但是腦失血過多 9月14號下午 已經從宜蘭羅東博愛醫院 轉到臺北的榮總醫院 經過家屬的同意 目前正在開刀 這站人從五六一來南澳採訪報導